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的这个色彩 是吗 珍珍你这个头发真好 谢谢 我因为来你的节目 所以特别打扮一下 别骗我了 早就是这个颜色的头发 这个他每天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珍珍导演呢 我是久闻大名 我最早知道你啊 还是我的一个哥们 就是兄弟啊 这个兄弟呢 就是在多年以前 他每天的事业就是泡妞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跟你说 他怕过我吗 不是 被你怕过 我估计他见到你啊 他就有点不行了 因为呢 他跟我讲 他说有个电影啊 你可千万不能看 他说我看了 他说这个男的看了呀 就彻底颓了 我说什么电影啊 他说你就在那个望角的那个地方 专门放这种电影 他说有个电影叫女人那画儿 对 他说那天我衣不留神看了呀 他说我就彻底颓了 因为我觉得 是我一直以为前半辈子 我都把人家睡了 没想到是人家把我给睡了 都睡成药杂了 还挺得意 以为占了便宜 你看他产生这种观感 是吗 那他肯定觉得我非常女权了 是 所以这是摧毁了无数直男癌啊 但是你 你是不是个女权分子啊 我看对着谁 看白天还是晚上 对对对 在哪里 对着帅哥呢 帅哥肯定是小女人啊 对对 又是要看看那个帅哥的性格吧 对吧 嘉辉对这个珍珍也是仰慕已久 那我觉得他的电影啊 不能普通说女权 因为我们一般说女权呢 其实除了为了女人争取权利 因为他觉得女人吃亏嘛 我们要争取平等嘛 这叫女权主义 他是什么呢 笼统的女权主义里面 有一种叫仇恨的仇 仇男 仇恨男人 所以我觉得他电影 我没有 把我们男人的踩在脚上 踩在脚底 对不对 把我们这种丑态啊 或说把我们没想过的 那种感觉拍出来 所以你朋友才推掉 可是我觉得通常 男人都是这样说 腿五天就重出江湖 一定 你朋友还在泡溜 一定还在泡溜 没错 我跟你说 就连他也未必是什么 真的女权分子 你知道我还看到香港 有人还批评你呢 就是说啊 说什么 听说你现在 你别看人头发这颜色 人家现在也是进入 内地的香港导演 议员导演 港导航列 对吧 所以就有人说了 说实际黄珍珍 后来拍的一些电影呢 他也是不能叫女权 女性电影了 他能叫女人电影 我没看过这个报道 是吗 反正批评你的都不用看 但是你朋友 有没有看我第二集啊 第二集 女人那会儿之后 我拍了男人这东西 哎呦 这就没学习了 那一定找来看看 这能让我们雄起是吗 肯定是的 拍这个电影 我下次带给你看 好你一定要给我啊 你都没看 男人这东西 不敢看啊 看完那女人 那画 我记得 起不来了 是不是杜鞭唇衣 那你能不能用一句话 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男人这东西吗 男人是小朋友了 哦 哎呀 你要多爱爱我呀 不是吗 我我已经这个发誓了 今年年头上 我说今年啊 过去我也被人说是直男癌啊 我说今年我要向女权靠拢 你看今年我用实际行动 好几个女权都上了我们节目 赢得观众一片骂声啊 实际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传统观众中 还是有很多人对女权这两个字啊 很反感 啊对 我其实我都很反感 哈哈哈哈 赶快向我们 我觉得女生已经不需要去争取平等了 根本我们是平等的吗 是吗 是 那因为女人是个笼统的集合体嘛 对 好多人不 但是你看这证明我们要关心女性了 你今天来正好碰到一个内地的大新闻 我知道 而且呢也是跟女性 咱们就说啊 这个女性的安全 她跟男人的安全是有分别的 是有分别的 你承认吧 对 就是体力上就有分别 对 所以呢 我在我们今天现在录像的时候 可能北京正在有新闻发布 就是儒家酒店集团属下的一个叫和宜酒店 你知道吗 就在九仙桥那边 我见过 我经过过 我今天一看这照片 哎 我接着这个这地方 说有一个叫弯弯2016的这么一个女的在前几天 哎 你可以想见一下 其实很恐怖的 就是如果一个女的在一个城市里 对 大庭广众之下哎 要有一个人在酒店电梯里就拖着你掐着你的脖子 不要把你拖走 旁边的人如果都不干预的话 对 哎 这个社会对女人来说 而且好危险呢 它重点在一个本来应该安全的地方嘛 因为你说女生一般咋如走在路上 走在走在没有灯暗处啊 那你会提高警觉嘛 你去了酒店 而且听说的酒店 白天是吗 呃 到最后呢 他把她的遭遇呢 发到网上 嗯 这个事情后来有人说呀 现在闹得有点罗生门了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对这个女孩子的也有一些不同的猜测啊 但是咱这不能随便冤枉人家 对 我可以看看这个图啊 看看这个图 你看 这就是后来有监控录像 就这个男的 你说这女的这不在电梯这里吗 人家不认识 你再往下看 我们的导演往下放啊 你看这个男的上来就要拖他走 你再往下看 你看旁边 就拖着他了 有一个酒店的大叔过来了 嗯 这个女孩就是说啊 这个酒店管理人员完全这个不阻拦 其实这个大叔今天出来说了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他有拦阻的这个动作 但是但是我感觉呢 他也没有特别强力的去阻拦 最后这女的一直大声惊叫啊 碰见酒店另外两个住客 有一位女士好像干预了 把他呃保护起来 哇 所以所以因为他当时被这样拖的时候 别人有没有帮忙 怎么样的帮忙 他也看不到嘛 可能他感觉是没有感觉别人在帮忙 他后来他把经历写在网上 其实我认识一些男性朋友 也被女的拖过 不是吧 不是啊 可是都不写了 后来没写 不敢写了 非常享受啊 被拖走了 所以这个也是男女的差别 他对于那个情境的待遇 对女人 可能对男人是享受 对女人是不安全嘛 而且不应该有的攻击嘛 对 那在那么应该安全的地方 这个整个城市到处都是不安全啊 所以假如刚讲到女权 我们知道每一年在美国 都有一种旅权 我忘记是哪一天啊 美国每一个城市都做的 就take back the street 把街道抢回来 什么意思 或者说有另外一种叫take back the night 把晚上抢回来 我记得take back 我不懂英语啊 是不是 那就是把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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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内裤 T-back 是不是叫什么呢 T-back是男权上街要求 都穿T-back 不是 就是把那个街道抢回来 因为呢 就是他们每年某一天 女性就走在路上抗议嘛 还有拿着灯 拿着火把火炬 就说 还有take back the night 把晚 夜晚抢回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街道对女人来说是不安全的 晚上也是不安全的 让我们女性 没办法穿上自己喜欢穿的衣服 比方说短裤啊 什么低身风格 太性感的 对 不安全的 那为什么不安全呢 假如你政府知道不安全的话 你就应该把资源放在那边来保护 比方说灯光弄好一点 光一点 对 把那个整个环境对女性是保护的 给女性行动的自由 所以这个酒店 他当然也承认 就是这个管理疏忽 为什么这么酒店客人就可以这样被人拖走 但是你知道啊 这个瞎猜的就太多了 而且你就看这些瞎猜的啊 所以要不说中国这个事啊 经常从这一件事就聊到另一件事 对 比如说我看有的微博一讲 哎 说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能有个陌生人不认识 怎么拖一个女的不可思议呢 说哎 我知道 说成都春溪路那边 很多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就是他微博上讲的 他说有的酒店就被卖银团伙 黑社会性质的包了 包了在里边的都是他的卖银女 于是呢 如果是外边来的这个卖银女啊 他们就得 把你弄住电梯里拖你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在这卖 但是你得给我抽成几百块钱 要不然我就把你拖走 当然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但是但是借此能了解一点别的事 哎 珍珍你看了这个内地的事 你觉得有没有特别隔膜的感觉 呃 我觉得非常惊讶 对吧 因为一个女生 这就是给人家拉 然后他大叫嘛 就还没有人有反应 我觉得 你现在老在大陆拍片 对 对吧 那你这个奇装异服的奇形怪状 你会不会在大街上有 很多人看着你 很多人注意你或者 我没有注意有人注意我 但是我呢 确实是去学了巴西柔术 天呐 真的吗 什么时候 呃 大概是半年前吧 为什么 呃 是因为就是觉得保护自己 因为巴西柔术呢 的好处是呃 我们不不需要同一个size 我小你大我还还是懂得怎么把你制服 对 这是哪个骗子教练跟你说的 哈哈哈哈 你现在真有点功夫吗 就是要个色狼上来 呃 一点点咯 你就当即把他摁在身下 哈哈哈哈 因为好多男性他不会觉得女性会懂一点 所以他没有防备 所以如果女生学一点点 学几课就可以了 哎 比如说我习凶啊 啊 巴西柔术怎么办 对 我可以努力啊 然后不同的哦 我有跑到你后面去拿你的井 想的挺好 想的挺好 不是他说这个你知道真有意思 就是这件事情引起的讨论啊 这个讨论转向了 就转向女性啊 该如何防备自己 甚至有人说你知道更觉得一招就是你要在这个大陆社会碰见这个 这类似情况他们交的招数有什么破坏 你知道酒店门银馆要砸玻璃 哦 你要砸玻璃 能砸 能破坏一切你破坏的 那就可以 那你开店的就不能让你走了 他就保护你 哎 这个很聪明 哎 还有的人甚至说的我觉得更干嘛 就是说如果有那个色狼师席的话哈 你一定当时这个女的是瘫坐在地下 他说不应该瘫 而是应该趴 趴在地下 甚至还有那个就说不仅瘫在地下 而且要用大小便把自己弄脏 哎呦 看你恶心不恶心 哎呦 来不及 没有 在美国 来不及对 来不及 想的都挺地道 要去广告了啊 呛呛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以前在纽约 我听到一些女同学说 要保护自己 要出门赐宝 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当然要从小 要学一点什么空手道 一点点 对对对 把戏流术 要懂智慧术 第二个 要带着防囊碰物 防囊碰物 第三个就带着笛子 吹有事情 有时候你喊叫 没人听到 你把笛子放在手袋 或者说挂在身上 假如你去不安全的地方 就吹很有效的 第四宝就是带着安全套 因为到最后 真的什么都没办法了 好吧 既然你坚持的话 不是吧 保护自己 有啊有 我可以跟你提一个 你知道我听过的 这个就女权主义 到了最极端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如果被强暴 别人就要 有生命危险啊 如果被强暴 无法反抗的话 就享受它 你作为女权阵营当中的人 怎么看这个选择题 我觉得好难啊 就说可以意图享受 但是事实上很难享受到 我觉得是好难咯 如果是 我听说的一个最极端的女权分子 她就提出这种观点 她说女性不要反抗 这就像说 就享受到了 就像说有人拿刀逼着男人掏钱包 为什么男人你不叫他反抗 你叫他乖乖把钱包掏出来 强奸也是一种身体伤害 如果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就 这个极端女权分子 就是说 甚至你可以享受 也是人生一乐 这叫什么话 可是男生掏钱包不会享受 不会掏了钱包给你 谢谢你 感激你来打 高质量利用生命 这个其实不仅是女人 我们以前在美国都说 黑人区 很多男人都被强暴 我们男生充满 都要戴着安全套的 一样的道理 好吧 你觉得男生会享受吗 不会 不会吗 给女生强暴 不会了 没有 晚的时候是可以的 绝色扮演 这个 非常尴尬 要念力很强 要念力很强 你说美国 我就想起这个珍珍 也是苦大仇深 你别看 现在感觉像个娇滴滴的 我查过他的 他原来在美国 吃不上饭 也是 对吧 做过酒保 卖过保险 还有一些特殊行业 是吧 什么特殊行业 反正为了谋生 什么都干过 保险 对 那你那个时候孤身一个女子 你在美国这么干活 干到很晚或者什么 你有没有不安全的感觉 她还曾经在 Robert De Niro Robert De Niro 等过多少时间 五天吧 等五天 想把剧本拿给她 对 最后一天 保安 就是Robert De Niro 的大厦 保安 就忍不住 就走过来 因为我坐在 对面的餐厅 她说 女生 我见了好几天 你到底想怎么样 对 她以为我是那种疯狂的影迷 你看人这个保安 比这个 那个合一酒店 那大叔要敬业 对 你说的对了 她把你当成骚扰者了 什么敬业 五天 五天后才问 什么敬业 她五天 可以常报了 Robert De Niro 几次 你在美国那个时候 晚上走在一些 不安全的地区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 其实不安全 也觉得不安全 尤其是我觉得 纽约的那个地铁 更那个 更危险 所以那个时候 我都带着那个 碰的 对 但是你也总是 孤身行走江湖 对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不找一个伴儿 或者什么 当时在身边 我有啊 我当时有男朋友 但是我男朋友是外国人 外国人比较独立嘛 大家是独来独往的 是这样的 不是好像中国人 就是说来接你下班啊 不会的 外国人是你出了事了 躺了医院 他去看你 买个花 对 我记得我有一天发烧 我那个外国人的男朋友 他买了一瓶红酒来 还要happy啊 但是你看这里边就要真说到 中国人跟外国人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像刚才 我说的大叔呢 我当然这酒店 肯定是不靠谱了啊 这个能这样 但是我看这个大叔 当时这个身体动作 其实是中国人啊 他还是有一种 他怕是别人的家世 就是男女 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 接上打起来 或者就是说 中国人过去也是啊 这个阴天打老婆 闲着也闲着什么的 就是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经常见到这种 该不该干预 但是就我感觉 就是就我亲身见证 如果在街上发生这个男女 发生思路身体是这种啊 不管是男朋友 还是不认识的人 至少我在美国 波斯顿 波斯顿 别的街上的男人 就会出来干预 他觉得你欺负这个女人 但是好像中国大街上 你就看 我亲眼见过男人打女人呢 都没有人 就在北京啊 我曾经说过一次 在胡同里 你真的拍那种电影啊 我就说没见过那么打女人的 就是当然我是车经过 就一个男的 他就像真打一样 抓着这个女人的头发 冲这个墙上 狂这么一撞啊 然后把这女人的自行车拿起来 狂就砸呀 旁边人就这么看着 不是拍戏哦 对呀 我也看着啊 我看傻了 看傻了 后来 因为我那个车是走过 我说你们得管管 不能让他们在这儿 我那车就走了 其他的路人不管啊 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判断不了 第二个 经常发生了 我管啊 还遭殃嘛 真正让人不理解的 是说旁边有些保安也好 警察也好 有时候是没有管的 像你说打人 当然是极端的例子 举个没有那么极端的例子 我在内地一些地方 有朋友开车 送去酒店门口 一些什么地方门口 总是堵着车嘛 挤得乱七八糟嘛 那朋友开不进去 总是开骂嘛 坐着车里面就骂 王八蛋 你们乱停车塞住 那我说兄弟啊 你看该被骂的 不是那些停车塞住的人 是什么 你看到吗 酒店门口明明站了三个保安 完全没有管那些车 就这样站着 好像等着看大婆打小三 就等着看 那你真正该被骂的 就是那些保安 当你保安不管的时候 假如是我开车 我当然又乱停啊 没有问题啊 我问你们 比如说你们觉得 如果是在香港街头 看到就在街上 陌生的男的打女的 或者抓着女的走着女的 在救命 假如警察不在旁边的话 周围的人会上去管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般会 假如是男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人报警 马上报警 就肯定了 法治社会是吧 对 可能他本人不会上去 去就是停止他们 但是肯定马上报警 而且一定有人怎么 对对对 对对对 香港马上 对 马上拍下来 几十个人就 围着拍 差不多了 拍完 别打人 这个合一酒店的状况 是什么呢 这个大叔在旁边站着 看这两个 这个女的 一屁股蹲在地上 在报警 一边被拖着 这女的一边打电话 在报警 他自己报警 他自己报警 所以他后来也投诉 说警察来的晚了呀 或者怎么怎么着 但是现在警察初步说呢 说这个男的 有可能是醉酒 可是这个女的 这个弯弯又说呢 他觉得这个女的是 他觉得这男的是清醒的 正正就是这种 罗生门的事 对 让后来再发生这种事 大家不敢干预 你懂我讲 比方说我们现在 看一面基词的话 觉得那个女的被攻击 假如我在场 一定帮忙什么 后来再看罗生门 原来这个那个 还有人像你刚说的 那种情况 那我看到这种个案之后 后来再碰到这种情况 我就坦白讲不敢 我怎么知道 到底是谁喝醉酒 到底是什么行业 这个那个 我就不敢 那我给你测试一下 珍珍 你现在在内地 你也比较熟了 比方说在香港 你这酒吧 泡到夜店 是吧 泡到凌晨三点 你会喝了点酒 你会一个人 打tassie回家吗 在内地还是 在香港 我先问在香港 香港会 你觉得可以 那么如果是在内地的北京 或者是某一个城市 可能我不会 你会在夜店一直待到天亮 我会找人来接我 为什么呢 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样问我 问得很好 对 可能香港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觉得比较爱安全 我自己觉得 没错 在异乡的这种安全感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这个插播最新消息 就是说今天中午12点 说这个女子啊 跟这个儒家酒店达成一知一见 但是具体内容不透露 然后呢 说有网友指出 当事人的微博 就这弯弯的微博呀 是两天前新注册的用户 而且当事人发布的长微博 自带话题 卖淫窝点 暗底酒店 就就我刚才讲的那个事 对于有网友质疑 他借此事炒作 当事人对记者回应称 让阴谋论说去吧 我不做回应 随机挂断记者电话 这是这个最新消息 咱不说他 我就是问问你 我说你打扮的这么样的 这个有颜色 花枝招展 你知道最近我们在说一个事 就是说 我可以骚 你不能扰 这也是一个公共场所的话题 是吗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性骚扰 我骚扰 对 比如说你穿成这个样子 凌晨三点 出现在一个 你知道可能会有坏人出没的地方 你认为你自己有没有错 这个话题我跟一些朋友讨论过好多次 我作为女性呢 我觉得没有错 因为我们女性是有自由 去穿我们喜欢穿的衣服 好像你说 不代表我穿的性感 你就要 对啊 这个是是的 但是那个是社会的问题 不是女性穿的性感的问题 他这个政治正确 因为我们怕对错这个词就清楚 这个可以叫做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是啊 有没有风险 就像一些年轻朋友说 他到什么纽约留学 他要去黑人区去探索 那我就叫他小心啊 女孩这样 他们就一定觉得我非常老拍老土 小心什么 你想这样歧视黑人 你以为进黑人区一定会有危险吗 什么 我说随便你 我告诉你 我不是歧视他 可是所有的统计 所有的事实 新闻告诉我们 那个风险是高嘛 那你觉得你能够承受 你愿意承受种种风险管理 可是我们当然要给女性 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所以才说要把街道抢回来 把夜晚抢回来 就是这个意思 对 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安全 而放弃就是打扮 对吗 那是不是代表每一个女性 弄得自己很丑就安全了 所以女人 是吗 所以女人还真是要美不要命 是吧 她可以冒着生命危险 对吧 现在危险无处不在 你刚讲到打地 我现在最近发现 在香港 所有地址都装了这个镜头 不仅是上外还上内 像你们名人打地 找到跟旁边的人聊天什么 她录下来 她随时放上我 真的吗 特别你们女生穿着短裙 对 好多都这样放 没有 真真吓坏了 哇 要小心一点 到现在 请问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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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